Hello 大家好 我是Walker 歡迎來到Walker Lone Cowboy Bebop 一套1998年在日本首播的科幻動畫 它是Sunrise的作品 原作是齒立兆 順帶一提 齒立兆不是一個人 而是Sunrise的創作團隊的統稱 即是一個筆名 其實背後是甚麼人呢 我想經常都會轉 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單旗手 就是渡邊信一郎 當時渡邊信一郎 只是參與過不是很多動畫 Macross Plus 0083也有份 但是單靜大旗可能是第一次 Cowboy是這個故事入面 在宇宙中環的賞金獵人的同稱 而Bebop其實是上世紀20年代的 一種著視樂模式 那這種著視樂是怎樣的呢 就是這樣了 這一首就是奸野揚子為Cowboy Bebop 所作的主題曲Tank 其實除了這首主題曲之外 奸野揚子的配樂作品 可以說是貫穿了整套26集的Cowboy Bebop 渡邊信一郎喜歡用音樂來為他的作品點題 在他期後的動畫作品 大家也可以留意到這個特點 時間是西暦的2071年 人類的足跡已經遍佈了整個太陽系 因為範圍太大了 警察已經做不到他們隨暴安良的工作 賞金獵人就應運而生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電視台 只要捕著一部電視機 看到有什麼新的工作要接 有什麼賞金是大份的 值得去做的 我們四位主角就會坐著他們的Bebop號 他們要去的衛星 捕他們捕的人 故事一開始我們就接觸到兩位男主角 Spyke 是一個20到30開頭的 吊熱浪噹的上金獵人 他的造型有點像松田休作 他的性格有點像雷鵬三世 而他的新手就像Bruce Lee 他的做人態度就跟他耍的截拳道一樣 見招拆招,無招勝右招 但是當他快起火上來 他又會火遮眼,就什麼都敢死 所以制衡著他就是他的好拍檔Jet Jet其實曾經是一個警察 但是因為一次意外,他就沒有了一個阻碑 自此他就退休,成為了上金獵人 他就冷靜很多,有空就展覽他的盤景 而Bepop號上的伙食也是他一手包辦的 很快他們就認識了女主角Faye Faye Valentine 他可以說是半個想金獵人 半個冒險家 性格?爛倒 大小,粗魯,舌射 需要的時候他都會賣弄自己女性的溫柔 不過很快他那些馬丫底就會圓形不露 Bepop號還有兩位成員 13歲的天才Hacker,Ed 她是一個紅髮少女 沒錯,是少女,不要搞錯 她是一個奇特的存在 她有自己的形體動作 有自己的語言 很多時候都不知道她說什麼 但是她在電腦方面的奇才 對於我們幾位主角的想金獵人的工作 是不可或決的 另一位成員就是這隻肥嘟嘟的歌姬 I 即是愛因斯坦的愛因 故事有交代 其實是一隻 改造過基因的 獨一無二的歌姬 應該是天才狗來的 但其實你看完16集 你都不知道她的天才是哪裡 可愛 可愛大了 這隻是Medicum的第二隻 12吋的Spike 對上一隻是TV版的 比例是可以說插不人道 不知為何隔了不久 出這隻劇場版的Spike 就好了很多 可能因為上一隻的頭太大 今次有些極端的頭太小 簡直有些帶磁衛的成年版的感覺 我相信她可能跟著某些插圖 或者設定稿 但當你立體化妝的時候 你應該顧慮到立體之後給人的感覺 我自己就覺得她的頭太小 其次你會留意到 那隻腳是膝蓋的位置很高 除了褲子來看就知道 因為那個 身體本身的腳不是那麼長 它是硬在小腿上加長 所以就變成膝蓋的位置很高 大腿組合也是挺奇怪的 我初頭買回來的時候 右邊大腿是動不了的 我拆開來看就發現 原來那個組合裡面 是一些好像流星鋤的牙 那些釘子去拙實那個波載 我用了一點潤膚膏 用一些陰力這樣搖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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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沒有辦法 始終是很多年前的產品 配件方面 除了一隻 舉起手指弓 我不知道是不是代表 可能是打功夫時的手 還有一支槍 還有一支燕仔 燕仔我就不拆出來 因為很怕不見 對於一個Spike的粉絲來說 這隻也是最漂亮的一隻 這架是Spike的外機 Sortfish 2 劍魚而世 動畫裡有一集有解釋過 其實它是一隻比賽用的 鬥快的飛機改裝 我一拿出來的時候 首先就是很大的 嚇一拿出來的東西 然後就看到 咦?這麼紅的? 因為在動畫裡 Sortfish一向都是偏粉紅 或者是淡紅 當然你可以說是動畫 想表達它在陽光之下 那種的表達手法 又或者是想說 它那個顏色曬得多 而開始有那麼多酒 有那麼多掉色 但無論如何 我記憶中的Sortfish一向 都是這樣的淡紅色 看到這個鮮紅色的表達 我自己就有那麼多失落 其次就是 為何內購會有青色的地方 後來我看回動畫 原來真的有青色 但因為動畫的處理是很淡 一直都沒有留意到 原來它的設定度是有青色的 好了 這隻它叫做Soul of Propinica PX05的BANDAI產品 它是一個超合金的產品 它的確是有些合金的 整支炮身和炮膽 其次就是這個基土位置 都是合金 雖然不算很多 但是摸上手 我覺得 剛剛好 當作玩具來說 它的炮是可動的 跟動畫一樣 動畫的設定是一樣的 動畫的設定是一樣的 它動之前或者射之前 它都是首先把它拔下來 然後就可以向左向右射 飛的時候就拔上去 其次就是駕駛艙 它跟動畫一樣可以開 這樣 曾經有些情節 它類似逃生艙的東西 是可以飛出來的 裡面有Spike 那些玩具都很粗 不過這些玩具 以當年的級別來說 是差不多的 這個 再拔進去的時候 小心一點 最有趣的地方 我一直看動畫 我都很... 對它那個... 停拍的狀態很有興趣 因為它那雙翼 是不知如何摺起的 玩具其中一個好玩的地方 就是一些動畫 你看不清楚的設定 當你有一隻玩具在收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清楚一點 原來它那雙翼 是有兩個 好像雷電一樣的 平衡的切割面 當你拔開 再摺的時候 它就會打一個靠叉 就不會撞到的 那這個就是它在動畫上面 停拍在Bepop上面 那個濫橋時候的形態 這個很獨一無二的形態 我自己就很喜歡 好了 那就... 拆開它 那其次就是... 這個軸 在翼下面這兩個軸 就可以完全這樣收納 不過很可惜 這個機套的軸 就是要換件的 那可能... 我這個我覺得有點奇怪 其實照計是可以做到 完全不用換件的 就不知為什麼它要這樣 噴射器 這裡也都好像動畫一樣 是有一個這樣的 雷電的設定 它這樣一吸 其實它是可以馬上雷電的 外合殼 還有裡面灰色的那個 都是有關節的 這裡 可以換成度很高 噴射器也有一點點關節 在這裡 那這個阻子就是老年那麼大的 也都是要開剛剛那個後輪的蓋 插進去 小心點插 不要弄斷它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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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對於粉絲來說 這隻 你沒有很多選擇 我在ebay裡見過 好像有些人 做了一些其他自己做的 小鮑魚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規定 也不知道它是用什麼材料來做 但是價錢就很貴了 那這隻小鮑魚 其實當時的價錢已經去到三百多元了 很划算 Cowboy Be Pup 和其他動畫最不同的地方 一般的少年動畫 我們都會看著主角如何成長 如何得到他的異能 或者如何鍛鍊自己成為一個獨當一面的成人 Cowboy Be Pup 的主角好像剛剛相反 我們認識他們的時候 他們好像已經過了人生中最大的風浪 而選擇很平淡地 近乎沉悶的方法去見一天 當然 上金獵人的工作也是很刺激的 但是你會發覺 他與他們的工作 或者與他們的工作 會遇到的人 都會保持一段距離 不會跟任何人交心 亦不會很投入的情緒 Spike Spiegel 他的姓氏 其實是德文的鏡 每一集他見到的人 都會反映他自己的內心世界 其實當你看完整個Cowboy Be Pup 的故事 再看回第一集 你會發覺 那對亡名鴛鴦 其實就是Spike自己的縮影 故事開始我們已經知道 Spike其實曾經是黑幫的頭號打手 但因為喜歡了他的拍檔的女人 而超致了實身之和 這段過去他一直都處理不好 放不下 也成為了他作為人 人生一個前進的半腳石 令到他每一天盲目的生活 到他決定去處理的時候 好像已經太遲了 而結局令人傷感 Jet也是一個女人的故事 和曾經出賣過他的拍檔 而Faye就有點不同 他不知道自己的過去 就算當他知道了之後 也發覺他已經沒有一個可以返回他的家 他所屬於的家 就是Pupo 甚至13歲的Ed 也有一個傷得他很深 不負責任的爸爸 不過他決定去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亦都放下了他的瘋瘋瘋瘋瘋的面具 在卡波比普的故事裡面 我們看到一件事 當一個人 不好好處理過去 不去面對自己的歷史的時候 他是不能夠很認真地去對待今天 而會令到他不會有將來 做人是這樣 一個城市也是這樣 一個民族也是這樣 今天就先講到這裏 希望未看過的朋友 去找這套作品來看 看過的朋友可以回看 一把年紀這樣看 你會有另一種領回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你們支持玩具TV 多謝你們支持玩具日報 下次見 拜拜